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是位于犹他州西南部的国家公园 它的名字虽然有峡谷一词 但是并非真正的峡谷 而是沿着庞沙冈特高原东面 由寝石而成的巨大自然的露天剧场 那么今天就让记者孟子文带您来一睹大自然的龟腑山宫 大家好 这里就是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形态各异的石柱和石峰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神奇之地 艳阳高照将雄伟的岩柱雕饰得更加耀眼夺目 这里是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早期也被称为容易损失牛只的险恶地带 可知此处地势险峻 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的海拔高度 比起临近的西安国家公园与大峡谷国家公园来得高 地貌也和这两个国家公园截然不同 布莱斯有许多垂直高低的岩柱 加上岩柱间不规则的排列交错 构成圆顶露天剧场 也就是布莱斯国家公园最大的特色 布莱斯国家公园位于犹他州西南方 也是犹他州内众多著名的 峡谷岩石公园家族中的一员 民众在前往该国家公园 一定会欣赏由岩柱林与高原平台所形成的露天剧场 温度高时 阳光洒落在岩柱上绽放出火红亮橘的色彩 温度低时 岩柱会被洁白的雪片随机的自然玻璃 再经过阳光柔和的照射与周边植物的点缀 更加显得变幻无穷 这就是该国家公园最让人惊艳的地方 实际上 这些岩柱是经过多年来冰雪霜降融化 以及岩层沉淀物沉积所造成 颜色为橘红色以及白色 加上大自然的精心雕琢 周遭环境与四季的变化 排列组合之下形成了今天的美景 犹他州南部的地形呈巨大的梯形状 其顶部为布莱斯峡谷 海拔高达2800米 最低一级为大峡谷的边缘处 布莱斯峡谷北到布莱斯国家公园 高原连续迈上五个大台阶 依次取名为巧克力盐 猪盐 白盐 灰盐 粉盐 它们一层层上升 露出30亿年的彩色沉积层 克罗拉多河和支流流动 把大地开膛破度 把最久远的秘密也掏出来 搁在丰派的阳光下炫耀 这一带名叫大阶梯 由地质博物馆支撑 在大阶梯的第一层 第二层之间横走 方慢节奏 悠闲向西 再向北 布莱斯市南部犹他州的 五个国家公园里面积最小的一个 它的特点是山边的大片石林 就像是大自然的阅兵场 这个台地就是大阶梯的最上一层 也就是粉牙 台地的边缘消逐成粉色石林 从牙顶望去位位壮观 群群促促 山形百壮 布莱斯国家公园 还拥有绚丽忧患的夜空 可以看到数以万计的星星 有如黑色画布上洒满了无限的银粉 绚丽的银河闪烁其中 美不胜收 正面 元包 徒 山形百元 准备 剥备